9月25号当天嘛 然后我们住进去之后 检查一下那个房子 当时那个就是厨房 那个案板那块是 就是断了一块 蒋乌和小谢 此前租住在湖州五新区 赞成学士府 租期半年 目前房子已经退掉了 小谢当时用手机 拍摄了台板断裂的情况 照片的拍摄时间 是去年9月25号 台板当时是我跟他发的消息 然后就是他 他就是说让我们放在那里不用管 然后后来才 后来要结束 他说了放在那里不用管 对 他当时说了 只不过这个消息记录 我因为后来手机内存不够 所以把清理掉了 退房的时候呢 他又跟我们说 这块是我们弄断的 要我们赔偿 当时说赔偿金额是2600 两个姑娘说 目前房东汤大姐 还扣着3000块钱押金没有退 接着联系了房东汤大姐 对方表示 此前他给出的建议是 维修台板的钱2600 他和租客各承担一半 因为我不是在湖州本地的嘛 然后当时可能说了 后来我又没太在意 没太在意时间长了 等到他们走了之后 我去拿房子的时候 发现嘛 那个板子掉下来了 之后那个水池 水池也送了 就不好用了 那么作为房东的话 你有义务 那个设施维修什么之类 是你房东的事情 这是房东 是的 那我建议他们出个300块钱 你看行不行 出个300 我出2300是吧 对 因为这个事情说白了 你没有进到维修的义务 我不是那种很搞的人 我跟你说 我要跟人家搞得很麻烦的 好好 你那样说吧 我每天事情都很忙的 那咱们就这样说定了 好吗 那你也是通情达理的 台版的事情 这样就算解决了 不过两个姑娘告诉记者 其实合租这套房子的 还有一位小颜姑娘 几天前 为了3000块钱押金的事情 小吴和小谢 曾商量着要去报警 要去报警的前几天 他突然给我发微信 他微信在跟我说 说他要跟我坦白一件事情 他说当初这个房子 不是3000块钱一个月租的 因为当时他跟我们说 月租是3000 然后我们三个人 每人平摊1000吗 两个姑娘介绍 当时小颜先租下了这套房子 然后发帖找人合租 微信联系上之后 小颜把租房合同的照片 发了过去 合同显示 每个月租金3000块钱 刚好三个卧室 于是三人合租 每人承担1000 两个姑娘反映 小颜住的还是有阳台的主卧 他们的房间都没有阳台 他们因为押金打算报警时 小颜突然发来微信 说有件事内心挣扎了好久 要跟你们说对不起 月租金其实是2400 所以押金其实是2400 你们俩各1000 我400 你们到时候跟派出所协商 按照你们的押金比例就好了 我跟我同学是每个人付了1000 他自己每个月是付了400 就相当于我们每个月 在帮他交房租嘛 可是房子那些都是我找的呀 就跟卖衣服一样 你一件衣服人家 净价50块钱 你去买衣服 你再说100块钱 净都听不到 你咋叫做 那这样的话也算 诈骗什么的吗 是说的是合租 是3000块钱一个月合租的 他也没有跟我们说 是转租啊什么的 去年9月14号 两个姑娘第一次 跟小妍通过微信联系 当时小妍承诺是真实房源 并且不收中介费 两个姑娘当时问的也是 房子合租还差几个人 没有提到转租之类的 记者再次联系房东汤大姐 何时租金到底是多少 我租给她的数是2400啊 房东汤大姐介绍 房子整套租给小妍 月租金是2400 合同上写的也是2400 可为什么小妍发给 两个姑娘的合同上 写的是月租金3000呢 你发给他们那个合同上 写的是3000一个月 那个合同是怎么来的呢 跟房东签的呀 啊 跟房东签的 可是房东说 他给你签的是2400的 记者问月租3000的合同 到底是哪里来的 小妍最后沉默了 小吴和小谢目前的要求是 半年来他们每个月 多支付了200块钱的租金 希望小妍退还两个人 多支付的2400块钱 可是现在 钱我根本拿不出来啊 我也在实习 我一个月也只有两成多的工资 我这边还有租房子 我们在这边实习 实习也是实习是吧 对 你们也是实习 你们也收入多少 我们没有收入 一分钱都没有 甚至还要倒贴好吧 小吴和小谢表示 给小妍几天时间考虑一下 如果不肯退还 多支付的租金 他们会报警 或者把详细情况 在网上发帖 让大伙来评评理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 祝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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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二